记者杨金城台南报道 台南盐水区农会 台南施农鱼畜牧产品推展协会 今天在新银文化中心广场举办盐水番茄与农特产品拓展加值活动 台南施动物防疫保护处也配合举办宠爱毛小孩的动保宣导活动 提供免费注射狂犬病疫苗 7合1疫苗 任养流浪犬 新农人省菌原饲养的流浪犬 斯洛站在椅子上当招牌 帮主人卖农产品 民众说这只狗很厉害 这是南施动保处 第一次在西北清迎办动保宣传 许多民众带着爱犬排队 等候受医师为狗儿健检 和注射动物疫苗 100支7合1疫苗很快注射完 让晚到的乡亲只看可惜 其他宠物登记60支 狂犬病疫苗注射165支 台南市青少年休闲活动推展协会 也邀请毛小孩家庭带领毛小孩走秀 说新型故事 担任台南市农鱼畜牧产品推展协会 理事长的市议员蔡玉辉说 希望市府不要忽视西北地区需求 往后要再办动保活动 落实爱护毛小孩 不弃样就设防疫会场 盐水农会农产拓展加之活动 更是人潮墙墙滚 农委会副主委李退之台南市农业局长许汉清 动物防疫保护处长吴明斌 盐水农会总干事叶文南帮忙行销 盐水农会提供盐水艺面免费品尝 举办农特产品展售会 养鸡协会也推广鸡肉免费品尝 气氛热闹 会议中 沈俊元饲养七年 的流浪犬斯落站在椅子上当招牌 帮主人卖农产品 沈俊元说 爱犬很会猪老鼠 到农田帮忙除害 也会摇起农耕小工具 帮忙送工具 是厉害的工作犬